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事 念想军事 就是请请这个军队啊 吃吃喝喝啊 展喜 展喜呢 是一个人物 是鲁国的大夫啊 是鲁国大夫 我们来看这个选择左传 喜功26年啊 喜功26年 我们来看具体的情况啊 这个在正式说文章之前 先说一下这个背景 这个背景呢 当时的是齐国 这是发生在齐国和鲁国的事情 齐国呢 比较大 鲁国呢 比较小 然后齐国也比较强大 然后鲁国呢 相对来讲比较弱小啊 这是木齐 这是一个一个一个对比 但是齐齐国和鲁国又挨在一起 那么齐国呢 总想侵略鲁国 把鲁国灭掉啊 灭掉 所以齐国呢 老是找机会的嘛 来进攻鲁国啊 进攻鲁国 我们来看文章 齐孝宫 罚我北壁 这个壁的意思呢 是北部的怎么样 边远的地区啊 齐孝宫呢 攻打我国北部的边远地区 宫 石 展喜 靠石 宫 这里边这个宫呢 指的是 卢洗公啊 洗公 卢洗公呢 就就派这个展使呢 去去干什么呢 去慰劳这个 去慰问这个齐国的军队 使受命于展秦 受命于展秦 并叫他到展秦那里去接受 犒劳齐军的辞令啊 犒劳辞令 这边展秦和这个展喜呢 他们什么关系呢 这个展秦就是我们后来讲的柳下会 就是柳夏慧 那么他们两个 他是展秦的弟弟 展秦是老大 然后他是老二 两个人是兄弟两个 齐侯未入境 这个境是这个境地的境 齐侯还没有进入鲁国的境界 那个地人当中 展西从之 展西就迎上去说什么 曰寡君文君亲举御旨 这个御旨的意思呢 是一种尊称叫御部 将辱于弊弊 弊弊呢 是对自己国家的这种牵称 寡君文君 文君亲举御旨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国君呢 听到你亲自动步 来到了我们的国家 因此派我来 使下沉 靠直视 靠直视 就是来派这个 来派来我 派我来这个 慰劳你左右的人 直视你左右的人 齐侯曰 鲁人恐惑 你看这个齐孝公说话很直接 鲁人恐惑 就是 你们鲁国人是不是害怕了呀 是不是害怕了 接着看他怎么说 对曰 小人恐以君子则否 这什么意思 小人害怕了 但是君子不害怕 齐侯曰 实如玄庆 也无清草 何事而不恐 实如玄庆 这个是念玄 庆呢 是一种乐器 乐器中间是空的 就是说 家里特别穷 你的国家的府库 空的像挂着那个庆一样 空空如也 就是一个国家很穷 也无清草 这个清草指的是蔬菜 菜书 蔬菜 就是田野里边连蔬菜都没有 何事而不恐 事呢 是依靠 你凭什么不害怕我呢 就是说 第一个说 就是讲到鲁国很穷嘛 他瞧不起鲁国 对曰 是先王之命 你凭什么不靠呢 他就直接回答了 靠着先王的命令 所以我们才不害怕 他开始讲他的道理了 西周公太公 这个念太 太公就是江太公啊 从前周公太公 福士周旺 拱古 鼓拱啊 这个念拱 鼓拱周士 鼓拱周士就是说 然后辅佐周士啊 辅佐周士 家辅成王 共同辅佐什么呀 周成王 成王劳之 成王为劳他们 为了他们并且 而赐之盟 并且赐 赐给了他们一个盟约 什么盟约呢 世世孙孙 无相害 就是你们世世代代的子孙 都要和睦相处 不要相互什么呀 伤害 宰在盟府 太师直指 然后这个盟约呢 还藏在盟府里 盟府呢 相当于今天档安馆 是专门保存 这一类盟约的地方啊 太师直指 直呢 是掌管的意思 掌管 就是太师 有太师呢 掌管着 掌管着 幻公是以纠合诸侯 而谋起不邪 这是讲到齐桓公 因此怎么样 纠合诸侯 是指联合诸侯的意思 齐桓公曾经联合诸侯 联合诸侯 解决他们的中间的争端 谋起不邪 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 迷缝 迷缝就是弥补的意思 弥补 弥补 其缺 这个相当于这个缺 通讲字 这个缺 的缺失 弥补他们的缺失 弥补他们的缺失 和过失 而匡救其灾 而匡救之灾 匡救之指的是 匡正 挽救 其灾难 招救之也 招救之也 就是他是遵循 怎么样 招式 以彰显 遵循 这个 表明都是执 执行了这个 承王交给的这种职责 交给的旧有的职责 那么这句话呢 整体的来解释了 就是说 齐桓公 因为这个事情 还联合诸侯 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 弥补他们的过失 并且拯救他们的 祸难 灾祸 这都是表明执行 承王交给的职责呀 这个旧的职责 就是承王交给他的 这表明的意思 招式表明的意思 集军继位 诸侯之妄约 等到您继位的时候 等到您登上国君的时候 诸侯都寄予什么呀 寄予希望 希望什么呢 起率换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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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呢是指的是遵循 都希望您遵循这个 换工的工业 我必义用不敢宝具 我必义 我必义用不敢宝具 这边有两个词 我必义就是我们鲁国呀 我们鲁国不敢 我们鲁国不敢什么 宝具的意思是 宝成俱众 我们鲁国不敢宝成俱众 就是说没有在军事上 没有在军事上进行这个 这个准备 比如说 我们没有铸城池 没有修甲兵 没有做这个战争的准备 说什么呢 其其四世九年 四世的意思是 祭世而为君 祭世而为君 九年而欺命废职 其若先军和 其若先军和 难道他继承军位才九年 就要背弃先王的命令 弃命废职 就是背弃先王之命令 然后呢 荒废以前的职责吗 废职就是荒废以前的职责 其若 其若这个先军和 其若先军和 要是这样 君必不然 要是这样的话呢 怎么对得出太公和宦公呢 想必不然 就是想来啊 其军一定不会这样啊 不会这样 誓词以不恐啊 靠着这个我们不害怕 其后乃还 没办法 这个其后怎么样 其后就收兵回国了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外交辞令 啊 外交辞令 然后那个避免了一场战争 避免了一场战争 这个都来自于 展喜的聪明才智啊 聪明才智 所以说展喜的一番话呢 有利有据 打意大意凛然 然后呢 又委婉动听 让这个齐孝公呢 无话可说 值得收兵回去啊 所以说 你看在那个时代呢 这个大国呀 总是欺负小国 那么小国呢 也总是想尽各种办法 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从这些文章当中 都可以看得出来啊 都可以看得出来 好 这篇文章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这篇文章呢 明明我们已经开始的了 这篇文章这篇文章 第一noise 所以说练习 二朝 最后